郭先生到目前有70多个案子 我最近查了一下 总共加起来大概是77个案子 那在这个当中 有将近一半是郭先生作为原告 起诉个人或者说一些机构 那剩下的基本上都是 就是这个郭先生是被告 那这个当初的这个罪 就是对这个郭先生 把郭先生最后这个送到 这个破产法庭的这个案子呢 就是这个PAX太平联盟 这个对郭先生的这个禅诉 那禅诉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 以郭先生为被告的这么一个案件